臺灣籃壇萬眾矚目的跨聯盟籃球邀請賽 即將在九月十七號點燃戰火 除了三聯盟強權隊伍相互交鋒以外 這次中華培訓隊同樣來勢洶洶 面對職業聯盟學長們的挑戰 總教練桑哥表示要帶領球隊打出好表現 回應外界對他們的期待 其實因為今年是中華培訓隊嘛 所以當然我一直在強調就是說 既然我們都是培訓的國家隊球員 希望能夠打出環境隊我們的期待 我們集訓了一個月 這批球員其實很認真 然後我當然希望目標能夠進到四強 期許他們就是在未來籃球路上發光發熱 而不管是艱苦訓練 還是將要面對職業層級的學長們 這批年輕人都沒在怕 像是健行後衛高經緯就一高人膽大 直接點名了他要挑戰的對手 教練一直在要求防守的 就是積極度跟壓迫 然後我覺得球隊的每一個人都有慢慢融入 這個防守體系當中 就第一個想到應該就骨毛 因為他一直都是我學長 從國中到大學一直都是我學長 然後我們第一場也很幸運可以對好他們 所以我覺得是把握機會 儘管高經緯身高只有175公分 但是論球技 他絕對是真材實料 不但在九月初的長藥杯 有過單場七顆三分球的紀錄 更在骨毛維加畢業後 成功扛下健行主控的重責大任 而屆時交流賽開打 他能不能像三哥說的打出外界期待 甚至跟骨毛來唱學長學弟互相標分的戲碼 鎖定未來九月十七號開始帶來的跨聯盟比賽轉播就直到啦 我來去一胎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